我心目中的哪吒就是这个三头六臂的样子 大家好,我是开天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大于 我是罗奇胜,开天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 那也是这次哪吒这个作品的原型师 我叫朱家琪,是开天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 大家都叫我辰子 也是这款哪吒的设计者 我记得很清楚 是在2016年4月底的时候 我和朱家琪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洛奇胜一起吃饭 吃饭,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 老罗说我一直想做一个三头六臂的哪吒 我们能不能做 然后当时我和朱家琪听到以后 就想到没有想到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主意 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开始做这个 《哪吒》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雄角色 因为小时候看这个《风神版》 以及《西游记》都有这样的哪吒的形象 在里面非常的突出 所以从小对这个《哪吒》是有一种英雄情节的 所以这一次呢 终于有机会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雕像 第一次看到《哪吒》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因为《哪吒》这款作品 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因为这款作品呢 它真的是360度无死角的可以去观赏的 《哪吒》的话我认为就是说 在实体化之后 它的这个给我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感觉 比在电脑里面看起来那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比在电脑里面看起来要更有冲击力 更有那种雄之应发的那个感觉 我是这个哪吒的概念设计者 然后也是这个哪吒的配色和生产的负责人 可以说我是看哪吒从我们当年在餐桌上面 然后在脑子的想法 然后到纸上面画文的绘制 然后到老罗这边这个原型的创作 然后直到这个打印出来 然后上色呀 然后变成一个整品 变成一个完整的完成品吧 然后可谓整个心情要感慨万千吧 有点事 确实这个创作过程呢还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跨度时间也比较大 整个作品的话 最终实验在我面前的话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我是希望它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一眼就识别度 就是一看就是说中国的神 而不是说其他国家的神之类的 所以说盔甲上面的纹路啊这些都是比较传统元素的 图体盔甲上面的东西都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都是以莲花 荷花 然后花瓣 然后包括一些火纹云纹 然后这些东西综合在一块 然后包括这些领甲上面也是领甲的形状都是莲花花瓣形状 身上这边的话我还希望它能结合一些故事性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它的左右肩甲是不对称的 这边的左边的肩甲的话它是一个大闹东海的一个场景 靠近右边的肩甲的话它是这个拜师太乙真人的一个场景 包括背后的话它是一个莲花重新化身 重新复活的一个场景 武器的话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 都是它那个是三十六壁画以后比较传统的一个武器 然后把它一个再创作吧 比如像火尖枪 从它名字里你都能看出来 元素就是一个是尖 另外一个是虎的 元素都是以火苗啊之类的缠绕的一块形成的枪尖 包括枪尾也是 印象创建的话其实也能看出来 硬件的话以水纹黑色调 为主 包括它的那个是剑柄尖端的话是一个月亮纹 剑身本身也会稍微窄一点 阳剑的话就刚好相反 它整个剑身会宽大一点 然后整个上面的颜色偏红 然后完了以后全都是以火纹为主 像风转弄的话就是阴阳嘛 是由阴语和阳语组成 所以我想如果把它做成这么一个形状的话比较有意思 风火轮的话其实整体的想法构想就是一个大火鸟 一个大火鸟组成一个圈 然后中间也是 中间可能也是一个火鸟的元素 作为延统出火焰之类的 这就指这些东西的基本的一种创造品 我就喜欢的一个摇滚乐队呢 他们的名字叫做痛苦的信仰 正好呢他们的这个logo 他们的形象一直就是用的哪吒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slogan叫做 我要走在自己的路上 其实呢我觉得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开天工作室做雕像才好 还是说各位玩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也好 这都是一种痛苦的信仰 都是一种痛苦的信仰 然后呢也希望呢 2018年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呢都要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也能够有自己保持自己的初心不变 实现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 然后我想对大家说的就是说 雕像不仅限于欧美的日本的中国题材一样精彩